好的 那我们今天呢就再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国产手机的开箱啊 看看跟谷歌Pixel 3的这个对比 嗯 我的手机是什么个华为的P20 嗯 现在呢把它把它这个包装也是全都是用塑料纸包的 然后并没有很好的那个打开 如果你是完美主意者的就像我这样用小刀 当然这个外包装也不太可能完美了 嗯 华为是这么一个用莱卡相机的这么一个手机厂商 他跟莱卡合作的啊 莱卡的如果真正的莱卡 它的那个相机头呢 镜头啊 它是比较贵的 可以看到这个手机包装 给拿出来 然后它的盒子里呢 有这么一个指针 一个充电器适配器 这是北美版的 我看一下电压啊 输出5V2A或者是4.5V5A或者是5V4.5A 然后也是可以用100到240 这种手机充电器一般都是可以用120到240的电压的 然后一根USB USB到Type-C的这么一个转接线 应该是连电脑用的 还有一个耳机是Type-C的耳机 还有一个转环线是Type-C到3.5毫米 的这么一个耳机转接线 然后这个盒子里呢 是说明书之类的 可以看到这个开机画面 还是非常漂亮的 第一次开机可能有点慢啊 然后可以选择你的 语言啊 我选一个简体中文吧 选中国 交付协议 嗯 暂时跳过 我现在把这个 啊 这个卡槽拿出来看一下 嗯 它是这么一个 呃 一种情况啊 好 连接到WiFi之后呢 也是需要 进行一顿更新啊 正在检测信息 然后这个谷歌账户呢 可以跳过去 一些隐私设置的 我一般都是把它关掉了 然后我同意 是否设置为新设备 确定 然后呢 呃 自带的一些APP啊 包括什么 啊 音乐主题视频 嗯 什么Google Play商店啊 这个当然你需要 注册的Google的账号 然后还有一些实用工具 这是一些设置 然后它选用的一些三个按键 三个虚拟按键 啊 也是刘海评 相机 然后华为呢 还有夜景模式 啊 人像模式 自拍啊 录像专业 好 更多啊 更多估计就是调一些参数的 可以把这个水印 水印弄下来啊 它呢可以显示你的这些照片的信息嘛 然后它这个也是选用了 啊 双镜头 啊 一个闪光灯 然后打开谷歌套装 有YouTube Gmail还有地图之类的 啊 这个 这个APP呢也是 基本上应该是很跟手的 因为它新新机子 好了啊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拍照地点 然后看一下我的手机呢 这个P20已经调到了这个夜景模式 拍照的时候你按一下它呢 它就会拍到四秒 然后形成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我会放出来跟iPhone对比一下 iPhone 12 好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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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防抖功能 我现在呢同时录这么一个4K的视频 正常的走路速度下 看看两个相机 这个华为和苹果比 它的这个防抖功能怎么样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么一个开箱视频呢就到这了 希望大家关注啊 谢谢大家观看